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這個Pixel網 Pixel網是一種在Minecraft玩Pokemon的遊戲 可能有很多人都聽過,亦都知道 Pixel網是很久以前 但其實我一直都很想玩 那我就想玩 但我不是單機一個人玩 其實我想開一個伺服器去玩 但當然開伺服器其實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 我都在最近研究 今天就跟大家看一看這個 一點點的成果 其實我也是一個新手玩家 這個是一個他初始新成的地圖 這個是他原本的,不是很興奮 但這些牌都是我寫的 因為剛剛開始了三四天左右 周圍找教學怎樣開伺服器 都搞了很久 那這裡我就預計 我預計這個伺服器其實是開設給我會員 因為其實都會回饋一些會員 大家都知道我基本上 沒有什麼會員的一些影片 也沒有什麼特別會員的福利 多的福利可能是一個Discord的聊天室 真的可以很快地回覆大家 對 你問什麼我都大概會回覆到 然後呢 除了這一樣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回饋 一些福利 所以我就想開一個Pixel網 看到大家其實都喜歡看Pokemon 我想應該都喜歡玩Pokemon的遊戲 我剛好就選擇Minecraft這個Pixel網這個平台 還有呢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就是 有一個自己的地方去捉精靈 即是有一個地方去捉齊八百多隻精靈 甚至九百隻精靈 Pixel網是可以做到 然後又可以做到互動 雖然它沒有這個技能動畫 但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的Pokemon MMO 就因為一些毛利 所以就被人封了帳號 基本上我的心血就沒有了 我記得都 那個帳號好像有一千個小時的遊玩時間 所以都挺心痛的 但都沒辦法了 所以我就 考慮過找很多MMO的Pokemon遊戲 因為始終我比較著重於互動和 這個育成的一個方面 所以其實都很難找的 不如就試一下Pixel網 然後自己就開地圖出來 自己又玩 自己又做一些地圖 由於剛才都說過 我只做了大概三至四天 其實就什麼都不懂 很多地圖上的東西 甚至一些指令 其實我也不清楚 這些都是要慢慢去到鑽研 這個就是伺服器 這個是伺服器 好 在這個中心 剛才都說過 這個是自然生成的 有機會這裡就是一個社區中心 這個社區中心有什麼用途呢 用途我可能會建一個對戰場的地方 然後可能到時候可以對戰 這樣OK 然後這裡是一個傳送點 我暫時還沒想到可以傳送什麼地方 那我就找了近近傳送到村莊 這裡就有一個人 這個NPC 寫著這裡是傳送點 可以傳送到不同地區 查閱指示牌上的文字 查壓力板可以進行傳送 入就入 那麼多東西問 OK 那我們馬上進去 試一試 這個傳送至村莊 其他暫時還沒有 OK 對了 一來到就會來到這個小村莊 小村莊對出就是一個 有一個精靈中心 不是這個商店 這裡都有一個NPC 暫時還沒搞 都是寫這裡是傳送區 OK 那之後呢 就是可以買一些道具 這裡 這裡也是 買一些道具 OK 然後這個就買一些汽水 這些可能我遲些都會搬去社區中心 都未定 然後這邊就有個精靈中心 真的 精靈中心 有個橋姨在這裡可以幫忙補血 但是當然啦 其實你除了 除了可以在這些地方補血 你還可以去到 挖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或者有些人不知道 Pixel網其實可以融合Minecraft的挖礦 進行一些挖掘 然後收集一些材料去做一些道具 例如可能是治療機器 其實都可以在家裡做的 那這些呢 其實我就 沒有特別限制大家一定要用精靈中心的那些 哇 55多龍旗 對 可能是因為我身上弄了一隻代歐奇 所以它50多 OK 那基本上就問其他的一些特色 暫時沒有 因為我很多東西都要研究一下 究竟如何才能做到 對 樹枕美紅 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我挺想有一個Pokémon 可以互動形式的那些更多 真的 我覺得現在劍盾 其實它的互動 其實真的做得不太好 比較差 在互動方面 我感覺上 還比起以前太陽月亮更加差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一般 一般 一般 它的性就 可能是 技能動畫 漂亮 達效 OK 但可惜的就是 又沒有全途鑑 然後又沒有一些 對戰又沒有觀戰 很多一些缺陷在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喜歡 看看這個Pixel網 可不可以成為一個 會員 大家一些開心的地方 希望可以做到像MMO那樣的平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意這個Pixel網這個影片 還有 如果你真的有能力的話 歡迎加入會員 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第一個就是可以看一些 Youtube的會員影片 第二個就是可以加入Discord的聊天室 如果有些人還沒加入 可以跟我說 我再邀請你進去 第三個就是 暫時來說 這個Pixel網都是初步 我不敢肯定你進去之後 是不是一定可以玩到 因為很多事情都要測試 很多事情都要做 很多一些小問題都要解決 但我都會盡力去做這個平台 三樣的福利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不妨支持一下 因為都很辛苦 在Youtube這個平台上 好了 這次的影片是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看一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看一下 我們下次見 多會anie 我們下次見